因為本署在今天請訴鄭市長等11人 涉嫌貪污自罪條例的一個案件 那本件的起訴書的字數高 接近10萬字 9萬7千多字 那這姓被告的部分 我們認為他死口否認相關的一個犯刑 我們向法院請求從眾量刑 希望能夠量除有期徒刑12年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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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桃園哲立為財產這麼多 連高鐵對面就有一萬多田的商業用地 他要來如果喬兩塊用地說 要給那個成品跟那個問題打 我不肯啦 我都這樣會獨立廠商怎麼可以呢 反正那時候就開始隊伍就T-Mobile 從那時候開始 反正對我就開始T-Mobile 就是積極在搞水利會改製莫州的財產 民進黨執政 給人認為很困難 而且好像得意忘記 你看國會過半 他想做什麼這個 農民會主委就開始在國會電台 一再的說法 一再的某一個水利會 你講的是陳吉仲嗎 那時候已經上任了 就是陳吉仲 這是一再的說法嗎 民進黨最大的傷害 就是跟農民的危機 移民成為民進黨的公民 做剎納跟武政府的反彈 他財產要拿起來都拿起來了 我們有辦法的 他運動這麼薄 有這樣的財產過負嗎 17個水利會的財產 不這樣過負而已 哪一天哪有人說沒有提煉 都沒有開玩笑 現在 裡面都沒有辦法 又不算 不得了 2 2 1 2 2 5 2016年就下手 这一刀划下去很直接 因为你才浮选完 那他这个改制有没有正当性 因为这个新闻闹得很大 那他有没有顾虑到 一个是改制他有没有正当性 第二个就是说他有没有想到说 万一你们没有办法 在选举里面发挥功能的话 他们反而会受伤 针对这个你怎么讲 那现在实况又怎样 会长来 改制有没有正当性 对 会受伤 他改制以后让农民开始明宴出来 总会为我帮忙 所以老实讲 没有还没提醒这些农民 这农民好台好台 他不几百年在散叠基时期的水利 所以是上造的 嗯 他如果知道以后啊 嗯 所以我在桃园我就记一遍啊 嗯 如果正文正就是搞改制的 还有提案联署人是 苏志芬嘛 嗯嗯 还有我们桃园的 陈埃树美嘛 正韵盆嘛 嗯 这两个联署提案嘛 嗯 是郑文站叫他的嘛 我怎么也不晓得 嗯 他就是 郑文站是什么 看到桃园者因为财产这么多 连高铁对面就有1万多田的商业用地 他要来跟我乔两块用地说要给 给给那个 成品跟那个什么抵抗 嗯 我不肯啊 我说这样会属于属利 属利厂商怎么可以呢 嗯 他那时候就开始对我就T-Mobile了 嗯 我说你为了你自己 你敢叫我桃园农田水利会 高铁前面的商业用地 依照成品设计 要发几十亿建给他 租给他50年 土地我们的 我说你不是笑话吗 嗯 成品嘛 我那个财务组签出来 我把他写一个 嗯 有土地之前免疫 嗯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 对我就开始KIMO5 就一集一集在搞 搞这个水利会改制政府没收财产 你的联想是这样嘛 会长你觉得是因为这样 会长你觉得是因为这样 应该是这样 会长没有理由嘛 那这次是2022年要来变 县市长选举 可是小英在2020年又跟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 817万票 他有没有可能说 啊 我不用靠你们 我还不是选到817万票 那会长你刚刚讲那个福元广大 以前是属于必须签一法动全身的你们这个组织 我要选总统也得了 我要817万票 可是总统大选跟地方选举又不一样 所以2018年你觉得民进党输在哪里 还有2022年 民进党他少了你们 或者说现在你们或许中间也分裂了 他这次选举就你们的角度来看 可能会影响到什么程度 会长 2018年最主要是2016年 我们民进党辞政 给人认为很厚 而且好像得意忘食 你看国会 国会过半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连那个水利会他都赶进那个农水法 农水法提出来的时候 我有提出异议 一份我 当时我做中堂罗 一份我给小英主席 这是总统 我一份给戴清德当时当行政党 一份给农委会主委 三份 提出我的农水法里面 违宪违法的不公的那个 法条 我分析的非常清楚 我请律师整个都分析好 送给他们 十整档 连一点回忆 结果他就 农委会主委 就开始在国会电台 他一再的做法 一再的某些水利会 这百年的功能跟他的成效 都拔到里面 应该欺骗国人 所以我有跟苏小费比多 我这一个隔岩 既然可以一再的在国会电台一再的说谎 这种隔岩可以吗 你讲的是陈吉仲吗 那时候已经上任了 就陈吉仲 你不是一再的说谎吗 讲一下要弄什么分属 等一下什么都没有到最后 还有要保障会员的什么 要保障职员的什么 到现在全部没有 民进党最大的伤害 就是跟农民回忆 农民成为民进党的农民 有这么严重 一定有 会长你现在帮我们盘点 现在就是说 广至农民这一块 还有比较是回归到你们农天水利会最快 中间有没有分裂 或者说还是心向民进党 这个你们的意思就是说 影响力还剩多少 原先你所掌握的这个影响力 到现在有没有经过分裂裂解 你们现在还存有多少的实力 都是农民 是不讲话的 我改制以后 我还随时到各工作站 因为桃园有13个工作站 就是13个小鼓掌班长他们 为农民服务的地方 我都有去 我的人就是这样 本来我是想要去了解 改制以后 农委会首提的 有没有做到 结果 每一个人就抱怨 甚至还有说 会长 我们这个水沟啊 我们的农贷勾集 两年 我说两年都还没有清理 有像以前会长的 有你们水利会在的时候 小组长 有崩溃 我当时有小组长崩溃 可以自行 马上可以清理 尤其在防汹期 一定要把国际都弄好 所以我10年的防汹期 解决不明有事 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认为 现在是那些农民 那是连小组长都弄了 哦 我说农兵 嗯 这团的 我们有什么法度呢 我们一个做剩下 有政府的办法 嗯嗯嗯 他财产要拿到都拿去了 嗯嗯嗯 我们有法度 一直问我 嗯 他说这四线会不会成功 他违线会不会成功 嗯 我说 你进洞这么拔 嗯 他们还有益用法 大法官真的搞 大法官 是啊 大法官13个 嗯 既然敢违背良心 嗯 说那个没有违线 你的财产用 署托接管整个过期 嗯嗯 有这样的财产过付吗 嗯嗯 17个随理会的财产 是这样过付的人 嗯 因为 地政事务所说 这个没有理由可以过付 嗯 结果 用 农委会发一个还 鼠托接管 鼠托接管 鼠立的鼠 是 叫农田水益主来接管 嗯嗯 这个就是笑话 就直接接走了嘛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这种情形啊 嗯 我们是还没 我才讲的 这个国民党啊 自己还会提出视线 嗯 做一个在野党 这个 这个大炮他都不会用 对对能够一百多万的农民 对 的家族 可能所在 wholly 对� 对啊 以前是他们的家产 organized 属于政党部分的时候 党政不分的时候 20108年 可能就是这样 这样输的 很紫 高雄就翻盘了 农业线都输掉 高雄 那边都农业线输掉 那我们回去可以分析一下 农业线都输掉了 然后就变天了 所以2022可能会有2018年变天的效应 但是他们息事也没有多少了 在这个县市 那一天还有人跟我提了 跟我开玩笑 我说你怎么这样想 六都剩几都 你说六都会剩台南 只剩台南 我感觉是买 高雄比较稳 稳啊稳啊 对对 人家还想抽百万票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ow your care